哈喽早上好 现在才六点 我这位朋友这里已经住了两天了 刚刚有人打电话跟我说 拼到车了 可以直接到拉萨那边去 所以要早早的起床 去搭车 因为现在 因为现在是属于西藏的淡季 四月份嘛 然后还 就拼车不是特别的好拼 所以好不容易拼到了 一会收拾收拾东西就走吧 小黑这几天天天都是睡在我的旁边 他刚刚把我扒拉醒了 现在准备起来收拾收拾东西 本来还想给他洗个澡来着 因为昨天在那个田野里面跑了一天 所以他就有点脏脏的 算了不洗了 直接去吧 直接就走吧 就把这个小狗送到拉萨了 然后我的任务就 就完成 让他在拉萨 小郑拉萨客栈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大的院子 好了东西收拾好了 一个大包包 一个小包包 一个小黑 是不是 是不是 嗯 我来看 现在在这个高速路口这里等车 等那个轻车的那个司机过来接我 就是就疫情这几年来我一次核酸都没有做过 我这个估计要做第一次核酸了 真的一次都没有做过 之前可能运气比较好吧 所以这一次进西藏呢肯定必须要做核酸 小黑 过来 哈哈 你要把整个带到西藏去吗 来看看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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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搭了一个皮卡车 然后司机还要再接几个人 给小黑做了弄了一个箱子 让他在里面躺着 可以卷起来睡觉 但这个箱子有点小 我感觉这个箱子估计用个一天就差不多了 因为他在里面啃箱子 箱子都快啃没了 是吧 时时不刻都在睡觉 他这个车感觉蛮贵的 所以我要看好他 不要咬这个座垫啊什么的 不要咬这个座位 把这个座位咬了都赔不起我 把你卖了都赔不起我 现在在这个加油站加着油 现在油价已经8块多了 小黑坐车坐抑郁了 坐得太糗了 再坚持坚持几天 后天就到了啊 好 坚持坚持 四点火腿肠吧 哎哎哎 因为狗粮不太好拿 就四点火腿肠吧 他饿死了 哈哈 因为司机比较赶时间 然后我们就吃 就我给 我给他喂的比较少 水也喂的少 吃的也吃的少 你看他 所以他都饿死了 再坚持一下啊 坚持后天就能到了 嗯 出来 这七点火腿肠就可以了 快 prisoner 了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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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 今天是从四川石方到了新都桥 开了整整一天的车 从那个折多山上面 翻那个折多山的时候 真的是 又是很大的雪 然后又很大的雾 这个车很给力的 现在到了海拔 比较高的地方就好冷 现在四月份都好冷 一会找个地方住着 明天早上再走 反正大概后天就能到拉萨了 挺快的 今天小黑一直都在睡觉在车上 坐车坐久了就坐抑郁了 这种小狗狗 长途跋涉到拉萨也是挺不容易的 是吧小黑 他都已经没有精神 也不是没有精神 就是一直在睡觉 你是不是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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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上帽了 感谢观看